拍拍片啊 我来拍戏请的都是实力派的男演员 一般来说我是不请偶像派的 但是这次很不幸 找了偶像派的刘德华 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他弄得实力派一点 所以要给他戴一个假发 把他变得难看一点 他也很想当实力派 因此他不反抗 周星驰呢 这次他是演员 不应该是他是导演 你是演员 那他是实力派还是 偶像派呢 你觉得 周星驰啊 就是我们聊过很多次 我们一直在讨论他到底是算偶像派 还是算实力派 我记得我记得有一次在杭州 我说你是实力派演员 他马上就跟我翻脸了 急了 他说你认为我长得很难看吗 我说那你是偶像派演员 他也很不高兴 他说你认为我很没有演技吗 我说那你到底是什么呢 他想了半天 他说我应该是两个偶像派 加一个实力派 但是 这次我给他做演员 他做导演之后 我觉得他不用再为 这件事苦恼了 到底他算偶像派演员 还是实力派演员 我今天 我会告诉 星驰 你是偶像派演员 实力派导演 那成龙大哥呢 他能打得哦 你会不会害怕 跟他合作 跟他对打呢 成龙大哥 如果我要和你一起演 对打的戏的话 我一定要先把我全身的骨头 到医院去编好了号码 否则的话 你一拳打过来 我就 全部都散掉了 医生要按照事先编好的号码 把我重新对起来 梁朝伟 你是英俊 很英俊 迷到很多少女的演员 你觉得是怎么样 梁朝伟 每次我拿到一个剧本的时候 我们几个创作人员在一起 都是要想一 首先要想一下梁朝伟 虽然我们知道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但我们也愿意 在最初的阶段 做这么一个梦 梁朝伟是一个 是五个实力派 加五个偶像派的演员 所以 但是 你别看他 有这么多的心 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便宜的演员 因此当 我要拿不到大投资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就 一定要 请梁朝伟来演 因为他可以收一部片酬 演五年的戏 那如果要拍有青春气息的戏 那不是应该是 一定要找吴燕做呢 吴燕祖 我刚刚看了你那个新警察故事 我觉得 如果我要想拍一部 折磨成龙大哥的电影 一定要请吴燕祖 做男主角 又那么帅 又可以把成龙大哥 打得那么惨 再找不着第二个人了 吴燕祖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